從日本的北海道南到日本的現在包括琉球站內 都已經在這個海嘯警戒的範圍之內 那麼包括了俄羅斯、薩威伊、菲律賓、關島、台灣 因為你全部都在這個海嘯的這個警戒範圍之內 我們也要在這邊提醒台灣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現在看到電視看到了仙台線非常可怕 這個警箱就請您不要掃看海嘯可能帶來的傷害 也許無畏避 那麼可以看到說事實上啊 其實在海嘯用一波的往仙台的這個岸邊 推進的這個同時 我們可以讓現在仙台式其實原本就已經是一片汪洋了 那麼事實上在稍早之前的幾波海嘯 可以看到這個海嘯的威力真的非常驚人 一到了一聽到旁邊啊 無論是這個車子啊、房子啊、溫室或什麼 全部都被這個海嘯充得完全被充散 那麼非常驚人的力量 讓人也非常擔心在這些原本 大家以為不會有海嘯抵達 所以地點會不會發生任何的危險 那麼除了仙台我們知道因為它靠近陣央 那麼包括了東京同樣也發生了嚴重的搖晃 那麼目前我們掌握到訊息 像剛才看到金葉線的這個煉油廠發生了大火 那麼包括在海廠也有這個建築物起火 那其他的民宅因為瓦斯管線破裂 等造成的火警更是不計其數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目前這個仙台縣的這個海嘯 這個海嘯這個浪潮已經整個衝到了這個岸邊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真的非常誇張 除了之術立刻把所有的物品淹沒衝散 真的是非常驚人的頂上 那麼目前我們可以掌握到的訊息是包括了日本的成年機場 雨田機場以及一些重要的交通設施 包括了新幹線等等都因為這起地震暫時停止 因為這是一個為了安全鎖住的自動斷電措施 目前是暫時停止的 那麼目前日本所掌握到的這個受傷的情況 已經超過有10人以上 大家陸續都被送醫 那比較讓人擔心的是目前我們正看到的海嘯的狀況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海嘯淹過來的時候 原本在退了海嘯之後呢 這個很多地方都已經變得被海嘯破壞的不成樣了 但是這個海嘯還是一波一波的湧過來 那麼事實上在這起地震發生之後 日本相機立刻針對東北部發布了大海嘯警報 那麼所謂的大海嘯警報呢 這個海嘯的規模大概都有10公尺以上 絕對不是沒有什麼威力的這個海嘯的情景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個海嘯還是不停的在往這個岸邊的方向湧入 那麼在NGJ棚內的這個主播呢 以及專家都在善的呼籲靠近海的民眾喔 盡量就往高處跑 如果你在高樓上 你就是往越高的地方跑就對了 希望你不要有所遲疑 如果你現在路上開修的人 必須立刻把他收底下 然後看到你附近距離你最近的高樓 立刻往上跑 這樣才有辦法在這種災難中保存自己的生命 那麼就像我們看到這個海嘯的警報 不是只有仙台出現比較經營的情形 包括了這個青森縣 岩手縣 工程縣 福島縣 千葉縣 都已經有10公尺以上的海嘯 青森縣也同樣是非常非常嚴重的情形 我們可以看到呢 現在這個海嘯持續地在往陸地推進當中 而我們所以為的陸地現在也不成陸地 也聞一道 我們看到有很多樹的地方 其實下面都是水 淹滿了水 也就是在稍早之前 第一波海嘯發生的時候 造成了非常嚴重的災害 那麼目前日本商品還是持續地 針對這些地區發布了海嘯警報 而海嘯也的確展現他的威力 非常不留情地往這個陸地進攻 他們在這個海嘯發生的那個同時 不管是車 不管是房屋 不管是任何的建築物 不管是樹 沒有一個東西可以在海嘯的威力下淨存 全部都被沖倒 沖翻 沖飛 非常驚人的井上 你可以看到這個海嘯呢 正在繼續淹沒仙台的市區的這個狀況 那麼目前我們所會整的這個整個災情方面 事實上 日本呢 目前呢 因為這個情況還非常的混亂 沒有辦法做出一個很精確的這個統計 但是我們所知道的是 目前光是因為地震呢 就已經有至少10人以上 因為這個物品掉落等等原因受傷 那這些傷者包括在東京都有 因為東京同樣發生了很嚴重的搖晃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海嘯一波波的聲勢非常驚人 在這麼嚴重的海嘯災情當中 是不是有人在海嘯中受傷受害 目前還沒有辦法做統計 因為海嘯還正持續地 以非常驚人的身勢 在對面這東北部的沿海地區 那麼日本上第一次 並且觀察到的事實上 很多海嘯都已經超過10公尺以上 那麼目前畫面上看到是在磁城這個部分 我們看到這次海嘯已經退去了 再去請大家仔細地看看這個畫面上 這個是港邊 我們可以看到 港邊的陸地上 是各種大小尺寸的漁船 就這樣子橫倒在這個路面上 那麼想當然就是在蕭曉之前 發生海嘯的時候 這個船隻呢被整個推進的情形 但是我們同樣在這個 路面上也有看到有人在行走 那其實這是一個很危險的狀況 因為雖然這個海嘯第一波已經退去 但是不代表他不會再來 他可能會有第二波第三波 目前在NGK的棚內的專家 再三地呼籲 民眾必須不要因為他已經退去 就立刻停止 停止你的舒散避難的動作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 這是仙台機場上的情景 這是仙台的機場喔 這不是港邊 這是機場 那麼我們已經在這個畫面上 完全看不出 哪裡是跑道了 完全看不出來 你們看到這個是機場大樓 然後這是空巢 其他什麼東西完全看不出來 這哪有一個機場的樣子 那麼也沒有看到 完全看不到跑道了 這是目前在仙台機場上空的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 仙台的機場 完全看不出跑道了 什麼東西都看不見 全部泡在泥泥的這個水中 那麼在這個泥泥當中 如果可以看到 各式各樣的東西 防禍物品 包括車輛 包括床 你任何想得到 想不到的東西 竟然全部都在這邊出現了 這都是因為這個海獸的力量太過強大 朝著這個陸地不斷衝來 所碰到的所有物品全部都被摧毀 那麼在這個機場內有沒有人 那或者是在機場內有沒有人 因為海獸而造成受傷 或是說他的情況目前還不可不得而知 但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仙台的這個機場 都幾乎要被海獸的大水所淹沒 非常驚人的景象 我們看不到飛機 看不到跑道 什麼東西都看不到 只有機場的這個大兵大樓的本身 那麼目前我們看到了這個是機場的跑道 也是被大水淹沒的一個狀況 那麼地面上 原本這個仙台機場是有兩條跑道的 但是在目前畫面上 我們只能看到一條跑道 那麼想必是另外一條跑道 已經被淹沒在泥水之下 其實我們現在在這個畫面上 什麼都看不到 那麼我們放眼望劇者的仙台 我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是汪洋一片 海嘯來襲非常驚人的景象 日本的仙台機場也都泡在整個靡靡水當中了 但是目前仙台機場的建築物主體看起來是相當的穩固 應該不是有被沖毀的危險性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原本應該有兩條跑道的仙台機場 現在竟然只能一隻看到一條跑道 因為另外一條完全被淹沒在泥水之下了 那麼在這邊我們一隻還可以看到有這個道路 但是道路幾乎有都被各式各樣的雜物所掩埋 因為在海嘯發生的當時 無論是車 無論是船 或者是不是很堅固的木造屋等等的 全部都被海嘯衝毀 全部都被推到了這個內陸過來 非常驚人的景象 這是海嘯的威力非常的驚人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是來到了千葉線的這個上空 我們可以看到非常驚人的火勢 因為在地震發生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千葉線工業區裡面的一個煉油廠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非常大的火 能源不斷的燦出這個烈焰直衝天際 想必是在這個地震發生的第一時間 就因為地震造成瓦斯管制破裂等等問題 而引發了大火 這是非常嚴重的一個狀況 那麼我們所掌握到的事也是 但是儘管雙方隊已經到現場做一個灌咒 但是仍然無法破滅火勢 那麼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仙台機場的上空 我們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人正在天台避難 那麼在他們下面的人就是滾滾的洪水 那麼可以看到有很多人的頭上戴著的安全帽 那麼很多人是穿著這個西裝 可能是原本要出篩的商務旅客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巴士非常驚恐的一個狀況 直奔這個仙台機場的天台這邊呢 正在這邊做避難的動作 因為就是他們的腳下 我們可以看到仙台機場被套在大水之中 那麼水裡有什麼呢 有難以避斷的車輛 有難以想像的各式各樣的雜物都在裡頭 那麼可見海上都有聲勢之驚嚴 那麼再回到經驗線的上空 可以看到在這個配油廠上呢 這個火勢非常的驚嚴 可能整天是無法破滅 但是更讓人擔心的是 如果火勢一旦波及到其他的除油槽 或者是其他的設備 就怕會讓這個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更難以掌握 那麼這是目前在日本經驗線上空的情況 非常機嫌 那麼事實上我們所掌握到的訊息 在日本東京的台廠 也就是台灣朋友非常熟悉的台廠的地方呢 也有這個大樓喔 因為地震的關係而起火燃燒 那麼除去了這些工業設施工廠之外 其實很多的民宅也同樣因為瓦斯管線破裂的那種問題 在這個地震發生的時候引發了大火 那麼事實上在這邊再次提醒大家的是 這一期日式規模被 美國上升到8.92 日本維持報導8.4的這個強烈地震 因為是潛層地震造成了極為強大的搖動 以及後續的海嘯狀況 那麼包括了台灣現在都在海嘯警戒的範圍 請大家務必小心千萬不要靠近海邊 那麼現在我們是看不到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海嘯肆虐過後的情景喔 海嘯看起來是正在退去 但是問題是因為水是帶來的泥沙等等的 已經完全的把這個工業區喔 住在這邊完全都淹沒的一個狀況 看起來非常 情況非常的驚人 非常的難以想像 那麼在Ansiccourt的專家是特別提出解說 要求這個民眾 我們千萬不要認為海嘯好像暫時退出了 就可以放鬆自己的心情 其實呢應該要 不停還是持續待在高處 因為海嘯我們知道它不是一次來了就結束了 它可能會有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 所以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那麼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呢 這個整個仙台的狀況真的非常的慘喔 所有的這個房屋都已經被泡在水裡了 那麼我們很期盼這個房內是沒有人 是沒有人的 那麼也希望被大水沖走的車輛裡面是沒有人叫的 希望這次這個海嘯能夠 這個災集是最低的狀況 那麼只是因為目前這個將軍還沒有解除海嘯警報 而事實上很多地區被發佈海嘯警報呢 都還沒有這個海嘯真正到達 因此實在是無法掉以輕心 就是目前在日本的地震最新的焦點 我們先將現場召喚同內主播 好的謝謝歷節 那麼關於這一場發生在台北時間 下午1點46分在日本東北地區的強震呢 在日本這個強震之後引發了不少的海嘯 又是在仙台發生了高達10公尺的海嘯 也沖毀了農田跟汽車 而我們在收到的消息是 預估呢這個海嘯在太平洋所引發的這個海嘯 在下午5點32分將會抵達台灣的花東地區 也發佈所謂的海嘯警戒 那麼最新的情況 我們要連線給氣象預報中心的副主任 呂佩玲帶我們來關心 佩玲 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因為目前現在在日本這邊啊 在各地都有傳在這個地震之後 有引發所謂的海嘯的災情 那我們剛剛聽到了其實 原本消息從日本傳過來說 在台灣花東這個部分 尤其是花蓮這個地方 在下午的5點32分 也有可能有所謂的海嘯警戒 是有這樣的情況嗎 呃是的 呃因為是這樣子的齁 在太平洋領域的話 發生大地震的話 太平洋海嘯警報中心 它會負責對這個地震 然後呢來做相關的一個評估 那等到認為這個資料是呃 確定的話 它就會開始發布海嘯的一個警報 那當然目前台灣地區呢 是被列為警戒 不過呢由於最新的一些資料 我們的評估的結果 我們認為呃台灣地區 還是要正式發布海嘯警報 所以中央氣象局大概在幾分鐘後 就是三點半準時 會發布一個海嘯警報 所以相關的資料 現在正在準備當中 所以也是要提醒在花東地區的 漁民要特別的注意嗎 因為它的這個範圍 它大約會是在哪裡 呃事實上喔海嘯 各位如果看到這個日本的話 其實一個大的地震 所造成的大的海嘯 它常常可以沿著這個海岸 可能是呃數十到數百公里 那各位也知道台灣的南北 也不過是三四百公里 所以我們就現在的一個地理方圍 來看的話 至少我們會對東北部 北部東部的海岸 沿海地區 呼籲要提高警覺 然後可能會造成呃 就是發布一個相關的海嘯警報 那夫人這邊有個問題就是喔 日本它其實接二連三發生 所謂就七級以上的大地震 那麼台灣這部分也會擔心說 會不會在整個太平洋這個地區 也有可能會對台灣這邊 也會有這個連大的影響 呃我想這個就可能有一點點呃 現在談這個第一個資訊不夠 第二個機會也可能呃不太大 因為呃日本的地震機制 基本上是在東部的是太平洋板塊 那在它的西部是歐亞大陸板塊 所以它最主要像今天這個地震 最主要是這兩個板塊的碰撞 那至於台灣地區 則是因為菲律賓海板塊 跟歐亞大陸板塊 而且日本跟台灣這個距離 至少也有將近一千公里以上 所以基本上我們不認為 這兩個地區的地震 會因為日本發生地震 台灣地區就因此進入 所有的地震的活躍期 那倒不至於 是 那如果立即上來講 如果說氣象局在稍後 將發布所謂的這個海嘯警報的話 那呃余明可能要特別注意什麼事 而且它的時間大約是多長 如果有可能會引發所謂的海嘯的話 呃其實齁我個人覺得說 我們估計的話 呃會針對台灣的北部 東北部及東部沿海地區 來發布海嘯警報 而且也希望呢 相關地區的民眾要